婦聯會南大婚會基本了一學期一齒的 將做學金辦展儀式 其中南大婦聯會主任委員 當時也是館長夫人感受團表示 希望可以幫助助生家庭的學生 順利完成學業 十幾年以來 對我們全國的幫忙 人家簽罕的學生 總共有一萬多人 這是我們婦聯會的忠則 就是幫助一些弱勢的主席 尤其簽罕的學生 為什麼我們會挑選高中高職 大家知道嗎 因為高中高職 這是爸爸媽媽剛好中聯 中聯失業的很多 很多為了要讓我們同學們 能夠順利的完成這個學業 所以我們就選高中高職 這20個名的我們水里山宮 佔了6個 那我個人內心非常感動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那我就代表水里山宮的學生 跟各位神神敬禮的禮 好那希望各位同學 真正能把我們婦聯會 這份行為永遠藏在心裡面 學長南道市長可惜花也特別高中 來鼓勵這些學生小孩 不可以因為家境不好 來感到抱歉 只要用功特色 未來要等會開社會 剛剛市長我們客氣一直提到 我們的金額雖然不多 但是我們的名額都比別的縣市來得多 這個是非常感謝我們 南道市府聯會一直努力去爭取 接受人家來幫助的時候 這個都不需要覺得不好意思 將來我們有朝一日 我們有能力的話 我們可以來回饋社會 對這個社會也能夠做出一些貢獻 接受幫助的學生都非常感謝 輔聯會的幫助 有的學生又特別寫了一批 很感情的感謝問 另外也有學生家長 特別高中來親身表達感謝 現場氣氛是非常穩心 輔聯會南部分會也希望 就一個機會可以挑戰應用 竟然更多的企業團體都來享用 共同來贊助助助成家庭學生的學會 讓他們安心完成合作 記者金分選 蔡康報道